5月12号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举行表彰大会 表彰福建省优秀护理工作者 福建省最美护士 2020年福建省小英护理基金获奖者等 重温南丁格尔中城护理事业 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的精神 荣获2020年福建省最美护士称号的福一二院护理部副主任谢宝源 是福建第11批原厄医疗队的成员之一 他与医疗队的171名同仁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坚守了41个昼夜 他告诉记者 到武汉之后 他们原本已经被安排到武汉的另一家医院支援 那是在已经决定去那家医院的前一天晚上 突然接到国家防控总指挥部的通知 通知我们明天就要去接手金银潭 而且要接手病人 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就是战场 没有任何犹豫我们就接手下来 但是对我们来说 那是一个我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而且我想大家都知道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是我们整个国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风炎 那么那种恐慌跟紧张 我想是每个人油然而生的 谢宝源告诉记者 41天里 新闻报道中的故事每天都在身边发生 一天下午 谢宝源和几位同事带着结余的水果到病区给患者 上午刚下班 还没休息的同事也坚持一起进病区看望病人 进去的时候我们不是三五个人进去 然后有一个病人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也戴着口罩 他首先避让我们走到走廊的那一边去 你知道我那一刻我真的是想哭 因为他觉得他是带有传染性的 然后他自己躲避我们 其实我觉得他是不想连累我们 我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难受 还有看到一个老爷子 花白的头发 很乐观 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很焦虑 晚上都睡不着 看到我们都一直跟我们说 哎呀 你们来了 你们来了 然后他就 哎呀 叔叔 你怎么早上下班 怎么笑又来了 所以那时候又很打动到我的是 我们所谓的互换关系 那时候已经是战友关系了 我们跟病人是一起在战斗 我们互相都非常的信任对方 我们一定能把这些病毒赶跑 我们一定能所有人 包括我们医护人员 包括我们的病人 我们一定都能平安回家 这样胜过亲人朋友的关系 让谢宝源铭记终身 也让他深刻感受到了护理工作者的初心 南丁格尔的精神代代相成 从未消失 我觉得这是千百年的累计 起码护理应该是两百年的累计 代代相成 南丁格尔从他设立这个职业的初心 我觉得是传承了 这样的一个战役 其实是加深了我们自己的认知 也加深了全社会对我们的认知 我觉得这是最大最大的收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